搶油大作戰 就是因為那一邊正在打仗 所以訊息是很混亂 有媒體是報導說 現在這種激進的 這種反對組織 是已經掌控了 伊拉克境內最大的煉油場 但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馬上又被政府軍給否認掉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先看新聞 好 所以現在呢 你要是看到伊拉克的新聞 真的是呢 讓人家匪夷所思 而且是提心吊膽 因為那個情節 真的都很離譜 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信仰 都可以有很多 我們現在在臺灣 可能沒有辦法理解的事情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不管是哪個國家要介入 要插手 一時半刻都很難處理 對 這個伊拉克與 黎凡特伊斯蘭國 這個簡稱ISIS 這裡面在內戰的部分 現在打得難分難捨 你知道嗎 根據現在最新的 這個狀況來看 他這個ISIS 這個判決 也不能講判決 就這個組織 他已經控制了整個在約旦的邊境 還有伊拉克跟敘利亞的那個關卡 所以代表什麼 代表政府軍已經全面的失守 就已經原本就已經在往後退了 沒錯 現在也回 拿不回來 現在連邊境 通通都讓給人家去守了 那完蛋了 對 那所以邊境守 其實被守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就在於是 其他的外國的物資 或者是原則量 根本沒有辦法進來 所以現在看起來 有點像是他的這個政府軍 已經被人家用中捉鞭了 你知道 被困在裡面 我們現在才講說這個人是比較多 是遠遠多過這個所謂的反抗軍 沒錯 但是你人多 人多不是好辦事 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 對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其實國際都非常關注說 你伊拉克現在現況到底怎麼樣 所以美軍這邊也都講說 我們全力支持伊拉克 所以他的顧問團或什麼 通通都到了他那個伊拉克境內裡面去 去找他的政府軍 結果去了之後發現一整個傻眼 你知道嗎 因為就像你剛剛所說的 他的政府軍非常 人數非常非常的多 但有四分之一是不能作戰的 就先扣掉四分之一的 這個他這個四分之一 不能作戰 其實包含很多很多的原因 例如說他的這個伊拉克軍 自己的高層 他的貪污跟腐敗 有很多是撈了錢 甚至搞不好拿軍火出去賣 或什麼的 那他底下的兵看到上面 都是這個樣子 那他乾脆也沒有作戰的能力 就跟著就算了 你知道美軍的顧問報告 他用什麼 用哪四個字來形容 什麼叫做全面潰敗 精神散亂 自己去調查的這個報告 已經發現到他們部隊 已經沒有辦法作戰到這樣一個程度 而且更發現到什麼 你知道他們現在伊拉克的正規軍 因為作戰能力已經非常非常差 所以他的部隊裡面 有很多是用志願軍 什麼叫志願軍你知道 就他沒有受過正規的軍事作戰訓練 他只受訓一週 就直接拿槍上陣場 哎呦 這麼臨時磨槍啊 對 就用這個方式 當然是不能打仗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那完蛋你現在這個 這個伊拉克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的政府軍接下來面臨精神崩潰的狀態之下 你怎麼去面對這個ISIS他們呢 而且更誇張的是 他們也在調查中也在發現到說ISIS 他們其實對於他們自己的部隊招募 我跟你講他用了很多的小孩子 這我們先前也討論過 就是覺得很殘忍 你看了畫面上面這個小孩子拿把槍 他不是在玩你知道嗎 他也不是拿個道具 他是真的在拿 而且他找的都是那種十幾歲到十六歲 十歲到十六歲左右的這個兒童 而且他灌輸他一個觀念 就是說你參加聖戰是對的 甚至訓練他們成為 從小就教育 就等於洗腦 沒錯 而且甚至訓練他們成為什麼 自殺的戰士 在身上綁上那個自殺的炸彈 所以有他媒體直接去 或是美軍過程座 直接發現到說 哎呦 你怎麼是小孩子呢 用小孩子在那邊作戰 而且那些作戰小孩子 因為他從小就被洗腦 他們甚至認為說 這是非常非常光榮 你知道嗎 讓他們去做人物炸彈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ISIS 他們對於這個女生 其實他們也很 我們從現在的眼光來看 我們認為說他們自己非常變態跟不人道 因為他們到處抓女生 而且他們也鼓勵女生要投入聖戰 就是搶搶名女的這個意思嗎 那什麼叫做投入聖戰你知道嗎 他說你要用你的身體 跟我們的聖戰士 怎麼 幹嘛 洗滌你的心靈 可以這樣子啊 用某種行為 簡稱就是用性行為 去洗滌你的心靈 他們認為說這樣子 可以讓你自己投入這個聖戰之外 也可以幫助他們聖戰士打贏 所以這樣的招式 你說以前是上好幾個世紀之前 這樣子宣傳就算 現在明治大開的現代 還是這樣做 還是有這樣子 一樣的招式 而且他們自己認為說 我今天是ISIS裡面的聖戰士 對不對 我一直 我是至高無上的 甚至有人覺得說 我就孤心啊 沒娶婆啊 我想要娶老婆的時候怎麼辦 你知道 他就直接到任何一個地方去 挨家 砰砰砰砰砰砰砰 就敲門 然後你門一打開之後 快 你家女人交出來 你說這種情節 真的沒有辦法在台灣 我們這些民主 你沒有辦法想像 他的做法就是你今天敲門 把你的女兒拿走 沒有 他還沒有 他會先業名正身 為什麼 身分證先拿出來 因為他們那個壓克 那個身分證後面 要確定人對才行 後面會寫已婚跟未婚 他有些還沒有到搶搶民女的地步 但是你只要看他是未婚完蛋了 他會跟你講說 來奉獻出來 那你的女生逼謝民女 不奉獻也不行 沒錯